他是将夜世界里的人间第一强者 自称天下无敌的陈某 被他驱逐到南海数十年 不敢上岸 佛宗第一人 玄空寺讲经首作 被他打败后几十年 不敢干涉人间之势 将夜中重量第一的屠刀 不能伤夫子分毫 久屠 这种活了万年的大修行者 被他一只手乖乖拿捏 西陵神殿的光明大神官 在他眼里比不过一头老黄牛 天晴大德 屈尼大师 被他隔空打到吐血 就算他不打招呼 抢了柳白的剑 柳白也只得忍气吞声 还万分荣幸 夫子 即便是您老人家前来借剑 也该打声招呼吧 打什么招呼 借就借了 你剑上柳白 又不是小气鬼 多谢夫子夸奖 这便是夫子 真正的人间第一强者 那么你知道 夫子的成名之战是哪场吗 那场战斗之后 无论是西陵神殿 还是四方诸国 无论是只手冠 天晴宗 魔宗 还是其他势力 都得给夫子三分薄面 夫子一生中 出手的次数趋直可数 但这一战 是夫子第一次震撼时任 那年 柯浩然灭魔宗 拜西陵长教 贯主和一杆到门强者后 接连破镜 达到生平最强 他便萌生了 与天一战的想法 他手持一把青钢剑 一剑破万法 直冲云霄 想要打败浩天 却终被浩天击杀 那时的柯浩然是 夫子破解浩天之秘的寄托 只是柯浩然心性骄傲 鲁莽 一直以来都让夫子十分不安 没想到这一天来得如此之快 眼见心爱的师弟被杀害 夫子迁怒于浩天 他饮了二壶酒 一壶酒喝尽师弟之死的悲伤 一壶酒喝尽对浩天之举的愤怒 随后脚踏虚空来到西陵神殿 这里是信仰浩天的所谓光明之地 近日夫子便想将其移为平地 此时无数道门强者 闻讯赶来阻止夫子 支手冠冠主陈某 和玄空寺讲经首作 两位乐武境的超级强者 也一同前来 在这个世间 所有修行者都知道 夫子这个唐国的守护神 书院的开创者很强 但并没有人知道 夫子到底有多强 因为夫子从未真正出过手 以至于随着时间的流逝 夫子的名字 渐渐被世人 被很多修行者所遗忘 甚至冠主和讲经首作 都曾经以为 自己大概能推算出 夫子的境界实力 他们还抱有能取胜的侥幸心理 妄图合力拦下夫子 但这一战 彻底将他们的幻想击碎了 夫子只是抬眼一看 道门不计其数的知命境强者 便已身受重伤倒地不起 自视天下无敌的冠主 被刻浩然挫败后 再被夫子碾压 夫子仅用一根小木棍 就将它放逐到了南海 此后数十年没能上岸 肉身成佛的讲经首作 也不敌夫子一击 只得立下誓言不到危急 世界安危 不能出手 经此一战 夫子坐实了人间低强者的称号 那时的夫子 还没有强大到 在不惊动浩天的情况下 把西陵神殿灭掉 把他的徒子徒孙全部镇压 所以 夫子最终选择了手下刘晴 飘然离开了陶山 一直有人喜欢探究 夫子和浩天究竟谁比较强 于天一战 您有信心吗 从来没有真正打过 拿你来的信心 其实我也没有信心 能够战胜 其实 两人都没有把握 能完胜对方 那是因为 夫子探寻到了永夜的秘密 得知了浩天痴人的真相 也知道了浩天及冥王 冥王及浩天 所以 等他超越了所有规则 修至无举境界后 便把自身的力量融入到人间 让浩天在无法锁定他的位置 而他却可以反控规则 用来战斗 尤其是在人间 夫子可以源源不断地抽取人间之力 为己所用 宁缺只是借助精神阵 聚集了长安城的人间之力 就将清静静地灌注击败了 而集聚所有人间之力的夫子 是完全有能力和浩天一战的 在夫子的布局里 他已经牢牢和这个世界捆绑在了一起 所以他才会说 我就是人间 我的力量就是人间之力 而浩天想要在人间干掉它 就必须摧毁这个世界 也就与夫子同归于尽了 所以 浩天想要的是 找到夫子邀他到天上一战 而非在人间战斗 夫子想要的 却是借机留住浩天的人间体桑桑 让他不能回归于天 以此削弱浩天 那么 夫子和浩天 究竟谁比较强呢 如果非要比较的话 在天上 浩天强 而在人间 夫子强